我总是对这个世界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就是花小钱办大事 做后基本上都是配套的 物美价延这个词 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美丽异想 这不存在 根本不存在 按理说 顺头不会有失败的可能性吧 可是这位党项 声音 都特别像无情的老手艺人 就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 你只要钱出不到位 这世上就没有能干好的事 我这人虽然不太聪明 但是也能跟得清 顺头和光头吧 老哥 李文侯才跟我说 长两天就变寸狗 嘿 您这话说的没毛病 长两天还能变屁肩化呢 我说让他退钱 结果他不仅说话不清楚 耳朵也突然间变不好使了 有个挺扎心的真理 可能我说出来不太合适 就是你花钱非定买的好东西 那不花钱 他一定不能买的好东西 领着失败的发型 带着郁闷的心情 送去美嘚嘚的上口网吧 结果没玩一会儿 网吧停电了 哎 那在这种环境里 咱的发型好像就变成优势了呀 美嘚嘚 网吧停电这种情况 好久没遇到我了 这一项也没事干了 那咱们就把托尔台出去玩 借别人的车先给还回去吧 这是一片无碗 但是车主老哥有个奔驰梦 你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他的梦想很明显 很耀眼 翻查心灰一定会照亮他的前程和事业 到这儿把车还给老哥 去找泡厨子玩 正好饿问他托尔台在西安艳遇的记忆 这个点他一般都在 烧烤店的办公室里办公 自从咱们把这个床垫子 放到他办公室以后 他整个人的办公状态 就变得特别的商务 商务行买了 妥妥的商务行买 连处理问题都是这么的 商务 说实话我也没见过什么别的他老板 那就是说 其他的企业家的 在办公室处理工作的状态 也都这么有份儿吗 他这段时间练你生意很好 加上刚在西安偶遇了爱情 所以整个人非常的义气氛 甜甜的恋爱 终于轮到咱们的胖厨子了 头两天咱们一块出去玩的时候 胖厨子一个在西安的朋友 安排他吃饭 过程用来那个刷碗了 对 我刚听到的时候 反映有点几个一样 我照着姑娘不这么心情 她都困到刷碗了 还有心思出来给你吃饭了 过来一说才知道 现在的刷碗和咱们理解的那个刷碗都一样了 就那种蒜面里面用的送风餐具 那个姑娘是一家刷碗厂的老板 咱别把这个女孩大小啊 是不是每个刷碗你就能干了 她多少是个老板 姑娘95年 产业是从前方那儿分来的 但这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跟胖厨子 当天晚上相谈甚欢 可能胖老师多多少少 也给人家吹了点牛过衣 就是她经常在网上说的那套 我在井南有四甲烧烤店 和一个靶子肉品牌 对 她现在可狂了 跟谁都说她的靶子肉摊是品牌 天天在办公室研究什么 SOP MVP WC 就是品牌团运营那一套黑话 让人感觉很厉害 估计跟人家姑娘知道这一套车了 总之就是俩人聊得很好 胖厨子说 那个姑娘说话也很有感觉 像童香玉 咱细意琢磨 说话像童香玉 对西安女人来说 也不算什么特点吧 又仿佛被柴长得像独院祖 合情合理 就这样童香玉和胖厨子 俩人在饭桌上就互相欣赏了 吃完饭留了微信 回来之后啪啪啪聊天 大半夜又跑出去见面了 据她说是俩人一起去吃了西安找事 又看了城墙日出 跟大家分享了一件小事 从那天以后 胖厨子的语音变化彩零 就改成了类似爱情 而且她还扬言 过两天要再去趟西安 到时候咱们说啥 再跟她一起去 我要去看看童掌柜找什么样 对于胖厨子的这段艳遇 我是发自内心的希望 它是真的能够美丽发生的 可能有老格会说了 任何关系的本质 不是价值消化 平地里碰撞出来的爱情火花 虽然很美好 但就和咱们前面说的 雾面下廉一样 是属于美好的意象 我不能不说 咱现在的老格们 都越过越清醒 可希望总要有 美丽会发生 希望会出现 我倒是觉得 咱可以不让钱 抱着这幻想走太多 也不是坏事 我觉得大多数人 攒钱的挑发板也就10万块钱了 胖厨子今天跟咱们说 他准备一个月多加10万块钱成本 把他的烧烤店给扩张一翻 这就是这样的 胖厨子烧烤店隔壁的火锅逃离了 就跟他一强之隔 而且装修一模一样 胖厨子看到之后心动了 非要把人家接手过来 扩张自己的烧烤店 坏了了哥们 我感觉这个人疯癫了 的确很诱惑 隔壁这家店 据说投资了150个万 又干了半年 东西我那么嘎嘎心 而且这个捉修风格 仿佛这个人就是照着 要给胖厨子扩张新链装的 今天有完事 不看他鱼鱼鱼鱼 胖厨子现在整个人 已经上头都不行了 非要这边也盘下来 过成个1000平的大烧烤店 转让费倒是没什么 只是我听他们算账 如果这样盘下来的话 胖厨子这个店 一个月光成本就得20万 20万啊 什么概念啊 一个普通人这辈子 把能干的活全都干完 把能吃的苦全都吃进 能攒下来20万吗 我是真觉得有点不靠谱 风险太大了 可是胖厨子明显有点劝不动 他把房东都砍过来了 因为本来就说好 一块出去玩儿吹油的 结果先跟着他过来 看了个遍 一下给咱整不碎了 先回交友的地方去吧 到这见了人咱们慢慢劝他 我觉得这个规模的扩张风险 实在有点太大了 万一出点什么意外 这辈子就完了 去路约的图中 胖厨子跟咱美滋滋的说了一道 他要如何扩张自己的商业地步 可是他也不想想 这样的风险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 万一一个月跟不上 一辈子都填不完 胖厨子今天的人都很兴奋 跟那家伙手舞足蹈的 讲着他的商业计划 还每次都喝着娃哈哈 大家伙听了胖厨子这个想法 都觉得不太太邪了 大家伙围着他一痛又劝又算账 你不说你够了 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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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处多数反开 你家马上下来是三次 人家反个六个光 光用化一辈子 不然我自己能干 你干了就黑了 你不看晚上好 正常 把人给你控的太过来 我老子 把人给你做好 你老子配十年家的一高月内穿 我去年给你年来的钱 多了十年 大严重 我全都玩了 去年把啥两碗牛托 你去年都没办 本身胖厨子可能觉得 这事跟大家一说 都会很支持他的扩张计划 结果全部反对 都劝他别干 直接给他整个狠猛 这事要放到以前 胖厨子也只能想想 反正又没钱干 可现在不一样了 他的烧炒店马上倒忘记 按他的想法就是 直接抽出来一个月的银尔德 连成本带利润 就是卖出来的钱 全都拿走花掉 用来扩张链 怎么理解呢 就是窟窿上面做窟窿 他把该出的成本 拿出来刮掉 也可以说是拆通墙 补习墙吧 反正风险很大 我知道我知道 没有人愿意接受 自己就是个用力无为的普通人 平平淡淡的过一生 不甘心 是他的不甘心 谁不是打心眼里面 认为自己就是那块普遇呢 只要雕琢必成重器 可不是啊 大多数不是啊 我们就是个普通人 有可能啊 有可能 因为这两个天走运 过了几天好运的 可万万不能把命运的推动 运气的使然 当成自己的能力 理解胖窟子今天的愤闷修嘴 可是 作为一个普通人 高不成低不就 真平衡 要说城中村 还得是大学对面的好 今天来城中村厚楼窝庄这找房子 老哥们 最近一直住在朋友家 出门在外一直建树 也不是办法 正好没啥事儿 咱们出来找个新基地 岂不是美滋滋 低压的房东 应该在村里 是个所得上的重量级人物 这不会玩了 我干嘛 咱跟房子大姐说了 要低楼层 大姐说楼层不高 你上去看看就行 然后丁刚爬到四楼 可把八哥给累坏了 咱们是在上一个体面人工艺4.0 吃过亏了 知道高楼层不行 天天丁刚爬五楼太累了 我跟他说要低楼层 他说四楼也不高 这个事儿让我自由的想起了 一部经典名故 小马过河 就在此刻 教育完成了壁环 高不高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房子是不够 带卫生烟 带空调 带阳台的独立大套房 高档房间 配码头 每个月只要450块 每资资 唯一的美工不足就是楼层太高了 咱们是真的不想跑 太狼了 咱们这一回想升级一个一楼的 最好是带院的房子 这个黄大姐跟咱们说 她家空的一楼 可以过去美资资的看一眼 你这 应该是户部的房子吧 因为很少有小姑娘20多岁 就可以拥有这么多房产的 东方名簿不是在丧海吗 怎么挤他一楼 这种自贵迷人眼的感觉 上一次这么直观的感受到财富的冲击 还是在上海外看 这么大鞋 正经房东 这样的房间一个月350 人家有50多钱 前面都是开个玩笑 咱们不是铁骨松震的代表 怎么可能因为金钱 就弯下腰呢 不可能不想努力的 老哥我太想进步了 房间不太合适 所有事他说我 太幼稚了 程庸村和华尔街一样 处处充满了奇迹 这个胡不道理他竟然有过节天调 好男儿志在四方 千万不要因为爱情 而停下向前的脚步好吗 答应我 让我们接着看下一家 红绿蓝套间 好浪漫 房东说这个棚子下面 到时候可以隔出来 成为咱们自己的小院 这个场景想一想 就很浪漫 开启氛围灯 和自己亲爱的人 坐在小院里面 坐着摇椅慢慢摇 只是价格有点贵了 这样三间一个月要900块钱 而且没有独立卫生间 独立卫生间这个东西 咱们自己住倒是无所谓 只是羽黄外衣 人生的气域 说不准 接着看下一家吧 老哥们 这个可厉害了 一整个院子 独院 这种独门独院的房子 在城中村里 那可是难得的极品 私家庭院 尊贵独享 出责繁华 勇德宁静 整整七间房 如果规划出来 就是四屎 单厅一厨一位 这才是十二八井的独立卫生间 到时候上面还能做一个淋浴 接着往下看老哥们 这一间就是咱们的子卧 还隔出来了一个衣帽间 简直完美 这间屋子 就可以规划成咱们的客房 招待朋友 岂不是美滋滋 这间屋 隐姻石 那必须隐姻石 墙上安个头隐姨 凳子往下一摆 还能可以可可 岂不是美滋滋 你们看这构造老哥们 不做隐姻石 那简直爆谈天物 旁边还有一个小屋 健身房 必须改成健身房 每天干完玉洁回来 不得在跑步机上跑个步 跑身体必须得锻炼 我心动了老哥 怎么办 咱们现在越过越好 是时候提升一下生活品质了 往外走的时候 还碰到了一个在网吧里 认识的小兄弟跟他的女朋友 再说不说 这个女朋友的腿有点村 人都是往前走 昆昆都恋爱了 咱们也可以享受生活 拥有自己的体面人饮食了 我感觉咱们这个事可以考虑 体面人大约5.0 听起来就很小 今天的公交车有点格外难等 半个小时了 还没等到咱们要做的那一半 真讨厌 很多光鲜亮丽的东西 就比如大车膜 他背地里过的其实也挺窘迫的 一个做车展的老哥 老哥昨天联系咱们 临时要用20来个人 本身挺美滋滋的 虽然他给的价格不高 但是咱们分下去 自己啥都不用干 一个人挣上的20块钱差价也很爽 可是他就是不太顺利 上午10点多人到了 中介给我打电话说 进不去门口要票 我就给佣人的老哥打电话 这个事一般情况下 谁用人谁给你工作证 结果老哥说没有 我问他那咋办 我说买票 我说买票得花钱 不对啊 给你的价格里面包含着门票的 是啊 可是我给他们干活的人 价格里面没有包含门票啊 最后没办法 咱就在门口站着 挨个给他们赚钱 买门票再进来 本身一个人就挣20 门票10块 没办法 你要干活的老哥自己来出门票钱的 不现实 我打个比方啊 这个活假方给120 咱们也是通过很多群头找的人 群头又会通过很多群头去找人 120的活 咱留20 给他们100 合理吧 下家也这样想 100的活我抽20给他们80 合理啊 拿80那个老哥 我留30块钱 我50 有人干 有可能 我说有可能啊 今天干日节里面有一些倒霉蛋 他就拿了30块钱 本身可也不用来的 不过这事一整 来都来了 那就美滋滋的逛一逛吧 我现在对逛车展 特别的提不起兴趣 看车买不起 看车膜又很没劲 对一个行业去魅的最快方式 就是你干活这份工作 就像这豪华的大展台 其实他一晚上就能搭的起来 你看不到的地方可破了 大车膜那更是 台前光彩照人 背地里也挺苦 今天有一个第一次干车展的小老哥 就被惊呆了 逮着咱们问东问西 下午在车展逛有的时候 还碰到个好玩事 咱们在车展上 机缘巧合 他领到一辆自行车 虽然干工头又没挣到钱 但是白弄辆交通工具 也是很美滋滋 接下来就出现了很离奇的一幕 有个人在登着自行车逛车展 咱们在里面一碰逛有点 迷品光带子都拿了五六个 咱们可能是因为干日节时间长 做过的行业太多了 我也对很多行业都特趣味 我觉得他们都不厉害 我见过他们都很普通 咱们带车说车展 没别的意思 大车膜好看吧 光彩照人是我等人 这辈子都接受不到的 可如果你见过他们 上班前下班过的样子 你就瞬间俱眉 他穿上衣服往车边一站 车膜可下班之后 换上自己的衣服 是不是扫荡共享单车 骑着回城中村住的老姐 大有人在 大家伙都是普通人 谁过的都没有看起来那么光鲜 就这样说吧 其实每个人遇到的麻烦都差不多 他长得再不太好看 狡气犯了也得搓 正在里面光热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老哥 他看咱们的自行车不错 然后就很不明奇妙的 用他的拉杆车 换走了咱们的自行车 就很提普 他过来说你车不错 我说你车也不错 他说换换 我说行 就这样咱们的自行车 就变成了个车斗 下班后点完名 咱就命丝丝的拉着小车往外走 自行车哪都有 屋门又能扫一辆 可车斗不常见 我觉得还挺值 而且我觉得这拉杆车很像个人 就是很能装 虽然啥用没有 但就是能装 乱七八糟没用的东西 使劲装 很多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在装什么 但就是想装 你不推他 他就不再往前走一步了 和人一模一样 这个世界就是个巨大的拉杆车 我的意思就是 都在装 可是又不知道装什么 买完波罗我觉得还是好空 可是又不知道装什么 就去路边超市买了一包水 花了5块5 瞬间这个小车就变得豪蛮好沉 我也不是很想买车 我只是觉得 应该装点什么 你也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 他都是废无百万 他能装啥 跟他巧不巧关系不大 谁是碰巧了 他正好在哪 跟他厉不厉害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不装他也没办法 我现在就一个想法 这个车我怎么能给他拿上去